来看系列报道共和国部长访谈录 60年来中国的科技视野走过了一个从无到有的不平凡的发展历程 是什么力量让中国科技从一片废墟上起步 实现了一次又一次让世界惊叹的跨越 未来中国又将靠什么与其他科技强国齐平 今天让我们来听一听科技部部长万刚的讲述 这里是科学技术部部长万刚的办公室 在这个不大的空间里随处可见一些新奇的小玩意儿 除了这种节能灯泡之外 还有很多像高速列车 大飞机以及新能源汽车的模型 对于这些运用在重大项目上的尖端技术 万刚如鼠佳珍 这是燃料电池汽车 燃料电池汽车是用氢气和氧气结合的过程当中发电 然后产生的这个电能来推动汽车 是一个零排放的汽车 产生水 产生水 它后面滴的水甚至于可以喝 是吗 对 车型的开发这是企业自己的事 科技部要做的工作 就是要抓住关键技术上面的突破来带动一大片 回顾建国60年 中国科技事业经历了不平凡的发展之路 新中国成立之初 当时我国仅有30多个专门研究机构 全国的科学技术人员不超过5万人 两弹一星的研制及发射成功 不仅填补了科技空白 也极大的提振了中国的国威 战略跨越 国家意志 科学家现身 全国人民的支持 这四点是两弹一星最重要的经验 2006年 国家发布了面向2020年的 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 明确提出了自主创新 重点跨越 支撑发展 引领未来的新时期科技工作方针 根据这个工作方针 科技部制定了建立国家创新体系的构想 我想举个例子 应对甲流感 如果我们把它和当年的萨斯相比 它来程度不见得不猛烈 对吧 我可以跟你说这次是应对犹豫 无论从防控诊断 医药 疫苗 这个方面 我们都能够快速地反映 它背后是什么东西 背后是什么东西 背后是100多个实验室 和200多个医疗机构 组成的我们国家的 传染病防控的网络 这就叫做能力的建设 就是国家创新体系所需要的 目前我国科技人力资源 已经达到4200万 一批科技领军人才正在脱颖而出 2008年 我国专利申请量达到82.8万件 其中发明专利申请量达到29万件 世界排名位居第三 60年来 中国的科技发展从无到有 从粗放到精尖 可以说走了一条不寻常的发展之路 科技发展的这一系列的过程当中 如果说我们现在更加明确了 我们的任务和职责的话 那我们就更加平时地说起来 科技第一要促进经济的发展 科技第二要促进民生的改善 科技要面向未来 抓好打好基础 科技要培养造就一大批人才 所以科学和技术 当前要做的事情 就是围绕着这个世界 来努力地去做 好 体育方面同样有一组内容 值得关注再次把事件交给吉强 好的 体育 来看体育方面 昨天晚上在北京上演了欧亚乒乓球 对抗赛亚洲战第一回合的较量 最终亚洲队以3比2险胜欧洲队 欧亚对抗赛的双方队员 都代表着当今拼弹的最高水平 中国选手马林 此次也代表亚洲明星队参加了比赛 比赛采用五场三胜手 第一场亚洲队由中国香港的张宇出战 他的对手是顶替波尔参赛的 德国新秀奥卡洛夫 虽然首局比赛 张宇在落后的情况下 以11比9赢得胜利 但是在稍后的比赛中 张宇却略显皮态失误频频 此外奥卡洛夫极富特点的发球 也让他难以招架 最终张宇以1比3输掉首场比赛 接下来世界第二的马龙 对阵希腊选手格林卡的比赛 则没有太多悬念 格林卡始终无法破解马龙的长球进攻 最终马龙以3比0取胜 为亚洲队颁平比分 中华台北选手庄志渊 与丹麦人梅兹的较量 可谓是势均力敌 两人一直战至决胜局 庄志渊以2比3 不敌对手欧洲队再度领先 此后马林以3比1 战胜白俄罗斯名将萨姆索诺夫 将比赛带入决胜场 最后一场 韩国选手朱世贺以3比1 击败瑞典老将佩尔森 这样亚洲明星队就以大比分3比2 赢得了第一回合的胜利 今晚将进行亚洲战第二回合的对抗 11月10号和11号将在土耳其 伊斯坦布尔进行欧洲战两回合的较量 整个欧亚对抗赛 最终将以两战的成绩决定胜负 好 提新闻过后我们来看天气情况 观众朋友你好 今天雨水的范围仍然会很大 其中有两片区域雨会比较大一些 一片是在辽宁的东部到山东这带地区 另外一片是陕西南部 四川大部到云南的西北部 雨都下得不小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 雷雨比较多的地方是在安徽和江苏 那么到了明天 山东和河南的雨水会逐渐的停下来 但是安徽 江苏 上海和浙江的北部地区 雷雨仍然会非常多 来看一下北美洲 过去两天 飓风比尔给加拿大东南部带去了 狂风暴雨的天气 比尔走后 这带的天气似乎还是不能够 很快的平静下来 由于受到冷空气的影响 今天加拿大的东部地区 会出现降雨和降温 其中魁北克省的中部地区 将会出现中道大雨 另外我们来看 在这带地区 也就是南达克他州 内布拉斯加州到俄亥俄州 同样是下雨 表现形势可不太一样 因为这里基本上是雷雨天气 明天加拿大的东部 以及美国的东北部地区 降温会更加明显 美国东北部有不少地方 最高气温会降到30度以下 这和西部会形成鲜明对比 这带的气温会迅速的攀升 来看城市预报 北京阴转多云20到31度 哈尔滨情转阵雨14到26度 沈阳小雨转多云18到27度 天津小雨转晴21到30度 石家庄振雨转多云20到27度 南京情转雷震雨26到35度 上海雷震雨转多云27到35度 杭州情转多云27到36度 广州雷震雨27到35度 唐姑小雨转晴21到29度 石鹤子队云转阵雨13到30度 石嘴山晴13到28度 新雨晴27到36度 包头多云14到25度 桂林多云26到35度 深圳雷震雨27到33度 湘里拉震雨转中雨9到19度 莫代华小雨转晴13到22度 华盛顿多云23到30度 伦敦小雨12到23度 莫斯科多云9到20度 巴黎多云14到27度 东京多云22到28度 黄河从这里入海 石油之城 生态之城 中国东营 当世界在同一秒屏住呼吸 当真情在五大洲之间传递 当我们跨越大洋 心手相连 这一刻的关注 超越国界 全球步调 国际眼光 全球新闻 中国播报 感谢您收听